迷你世界中的练习波动断剑就会有黑龙出现 接受火焰的洗礼吧 随后黑龙就会进攻我们 有很多小伙伴说黑龙它不可驯服 其实黑龙可以驯服你们知道吗 众所周知迷你世界中的黑龙十分强大 如果你曾经见过黑龙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在迷你世界中有非常多的生物 比如说小牛 它最喜欢吃的东西就是野果 当我们给到它野果子以后 它就会被我们所驯服 而驯服后的小牛我们安上坐骑的安 它就会成为我们的坐骑 带我们去四处探险 你手机表情包装的第一个 就是此时小牛的心请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 我们看一下 并且我们发现骑着黑龙也可以被驯服 小伙伴们你们看 黑龙的体型它十分的庞大 这个我非常认同 但是我们人类可以驯服它 并且骑在它的头上 小伙伴们你们看 我驯服了黑龙 并且此时我正驾驶着黑龙征战四方 所以说迷你世界中的黑龙 它是可以被驯服的 练性的黑龙并没有那么强大 它们也可以成为我们人类的坐骑 你们知道了吗 点个关注 下期继续